吴尼南 美鸣敏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花莲新政府重建 拉库拉库西流域加新旧社地景再造与社群记忆展示 荣获了2021年国家卓越建设奖 最佳环境文化类卓越奖 那么新政府文化局举办了分享的活动 县找徐真卫就带着奖杯图走到嘉兴说荣耀属于部落 一行人穿着运动服一早就在南安登山口前拍照准备入山 这是花莲县文化局办理的嘉兴旧部落石板屋国家建设卓越奖的分享活动 因为花莲县政府重建了拉库拉库西流域 嘉兴旧社地景再造与社群记忆展示 在线布农组百年山区地景 荣获了2021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的卓越奖 希望让国家卓越的建设这个奖项去看到我们传统的家屋 在国家建设里头它也占有重要的一环 其实目的是这样 因为评审都是营建业的大老板们 都是一些在营建业很有威望的一些前辈们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规模不大的家屋里头看到它在台湾重要的文化价值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今天能够举办这个活动很重要的出发点 县长徐正蔚也带领文化局团队一起来到嘉兴旧社石板屋 来回九公里的路程徐正蔚满是感动 并在致辞的时候分享前往台北领奖时的心情 只希望赶快把这份荣耀分享给部落族人 其实我就想我特别穿了一些蓝色的 有点像布农族的衣服去领奖 那在那里在那里我最后一句话说 这个这个的奖的荣耀是归于部落 归于布农族人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在车上我就打电话 听你说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到主屋来 把这一座奖献给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灵 公班固定班底的高欣欣表示 能够参与这项计划真的很开心 也满心感谢建筑师的分享 很多盖石板屋的技术 新旧工法都学起来 未来期盼能够传承 大家互相的啦 没有他们就也没有我们机会在这边做 可是最重要是我们要学习 要知道原来是这样做 那以后我们也可以传承年轻一代的 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来我很高兴 徐正蔚最后也说 花联县曾经在国家卓越建设奖当中 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 以及最佳施工品质类 最佳社会住宅类等三个金举奖 以及一个优质奖 这一次是花联县政府第一次获得最佳环境文化类卓越奖的项目 记得高雄雄卓西乡采访报道